前文再續就書接上一回 昨天說到唐曉蘭麥運員工 正要將力勝南把劍擺脫 怎知力勝南突然前要一彎 寶劍向前一探,身形一晃 打斜飆出三仗那麼遠 接連打了兩個盤旋,這樣就站穩 唐曉蘭就說,力姑娘,你站穩,唐某還招 唐曉蘭試了這一招 已經知道力勝南的功力沒有奈及他 不過他能夠解開自己的黏徑 看來跟當年的盲神通就不相上下 唐曉蘭勝算再操 那就顧著身份,等他腳步站穩 才出劍還招 力勝南冷笑就說 你不用客氣,我不領你的情 唐曉蘭這一招就大衰尼劍式中一招 困敵苗招就叫做八方風雨 如果等到他劍招用實,敵人就要被困在劍光圈裏面 無法脫衛 但是因為他事先打了個招呼,出手稍為慢了些 力勝南就施展天羅步伐,也飄一閃 直接好像一條魚一樣,在他的劍光奉隙裏面滑了出來 然後突然間啪一劍,立即反手圍攻 連續勾襲唐曉蘭九處大穴 唐曉蘭當然不怕,微微笑著說 呵呵,好,你的劍法可以講了自成一家 講完舉劍一影,抖出九對劍法 將力勝南這一招奇門刺激的劍法 堪不能一一化解 力勝南一劍倒吸一段濫氣,心想 喬祖師一生的力,驚然破天山劍法之道 現在看來,只怕喬祖師復生在劍術上都未必能夠輕易贏 但是,也正因為力勝南曾經學過喬不命的秘傳劍法 雖然不能破天山劍法,但卻可以勉強周旋 但見兩度劍光在冰封上盤旋飛舞 劍光所至冰銷紛飛,在陽光下就還出奇麗無比的色彩 看到一班人眼花瞭亂,心裏面都在想 難怪唐大俠要親自出馬了,這個妖女的劍術果然非同小可 那再長的都是武學行家,一方面固然對力勝南的劍術在稱讚 另一方面都看出,唐曉蘭這次就穩佔上風 時間一長,力勝南就絕非對手 所以,一班人看這場比劍,全部帶著欣賞的心情 沒有一個人為唐曉蘭擔憂 果然,他們兩個鬥了差不多一百招的時候 唐曉蘭用了一招龍門逼浪 游龍劍陽空一閃,即時銀光曉地指電飛空 將力勝南的寶劍就逼到獅子不開 有幾個心急的觀眾更在旁邊鬼殺禁嘲就說 唐大俠勝啦,唐大俠一定勝啦 誰知就在一班人的圈鬧聲中 突然間,力勝南一個轉身 背向著唐曉蘭的寶劍動都不動 嘩,這樣一來,等於大開門戶 毫無防備任由唐曉蘭的寶劍向著背心刺過來 大家雖然都想到唐曉蘭必勝 但想不到力勝南竟然會如此應招 每個刻都傻了 唐曉蘭精通各派劍術 但任何一派的劍術都沒有說自己白白去送死 因此唐曉蘭遇到這樣的怪招 突然間一疾 但這一招的去勢呢 好像閃電那麼快 想收手已經來不及了 只見自己把劍 正一招,刀到力勝南的背部 一招一招 整把劍就刀中了力勝南的背部 但意外的事突然發生 按道理講,以游龍劍的劍風 再加上唐曉蘭的功力 這一劍,直接把力勝南的背部 穿幾個洞就可以了 但力勝南竟然若無其事 就在游龍劍刺漲的背部的時候 只見那個背部稍微向前移動 接著嘴裡發出一聲嬌笑 突然間反手一劍 直指唐曉蘭的喉嚨 但原來力勝南當時披了一件 薄如蟬翼的軟肉甲 這就是喬北銘所遺留的三寶之一 但喬北銘都預防到他的格勢弟子 未必能贏得到張丹峰的傳人 故此在秘笈的最後一章 傳了一個破敵的妙計 就教他的格勢弟子 用他所傳的三寶取勝 所謂三寶就說 第一,先用財魂寶劍削斷對方的兵器 如果不可以 再用軟肉甲作為防身之具 賣個破陣 盼著性命受對方一檢 然後乘機反擊 如果第二章還不可以 那就用最後一寶 即是用肉弓了 盲神通曾經得到秘笈的後半部 也知道這個破敵的妙計 但糟在 喬北銘的三寶全都在歷勝南手中 他沒有辦法拿來用 所以這一著對他沒有用 這一件寶甲可以抵禦凡間的寶刀寶劍 因此歷勝南被游龍寶劍捅的背筋 雖然受到對方的耐力震撼 但一點都沒有受傷 即刻他就按照秘笈所受 用閃電般的手法反劍疾刺 這個突如其來的意外 旁邊官戰的人 個個心頭大震 所有歡呼喝彩聲 堪不難收聲 就在這個千鈞一發之時 大家眼花撩亂之際 突然間聽到唐曉蘭一聲大喊 你很狠的劍法 連本兄大師都沒看得清楚 突然間見到唐曉蘭已經脫出身來 游龍劍的劍光 暂時將歷勝南全身籠罩 但原來呢 好在唐曉蘭就存有一念之詞 在歷勝南趙然以背相向的時候 他雖然來不及立即收勢 但就收回了七分的敬力 劍招因此就未曾放準 唐曉蘭的願意 就不想將完全沒有防弊的人煞於劍下 但想不到因此一念之詞 反而救回自己的命 即是他人沒有撲得他那麼盡 因為他的劍招未曾放盡 後勁也都蓄而未發 所以歷勝南突然間反擊 他才能夠有時間抵擋 那歷勝南這一劍已經攻到空前 剛好也都是唐曉蘭撤劍回來的那一刻 雖然唐曉蘭有點措手不及 但究竟他的劍術已經是爐火純青 終於在前軍一發之時 將歷勝南的狠招化解了 現在唐曉蘭重建八方風雨絕交 歷勝南因為招數已經洗盡 再想用天羅步伐閃開已經來不及 只要唐曉蘭的劍尖向前一爽 立刻就可以穿過歷勝南的喉嚨 他就死得了 唉,好在唐曉蘭也算是大慈大悲 他突然間收手卡卡笑著說 哈哈哈哈 誠約了 這一場不必再比了吧 他說,說完,把劍收回 然後很嚴肅地說 歷姑娘 你雖然一定要和我決生死 但是 我只是想和你分勝負 歷勝南這陣子嚇到全身出了冷汗 他折了折了折就說 你本來可以拿他的命的 現在你不拿,你自己的事 這一場是我輸了 下兩場還是要比的 這個當然呢 講明要比三場 當然應該比下去 你都不必領我的情 有本事 你儘管洗出來呢 唐某彈球一開眼界 生死並沒有放在心上 但是 旁邊一班人有點憤憤不平 覺得唐曉蘭 你需要這麼寬大 但是下一場 是內功較量 內功較量 全憑真才實學 絕不能取巧 唐曉蘭的功力勝過對方 這場是有目共睹 因此現在雖然大家心心不平 但是大家想 這一場放他一命 下一場比試內功 你的妖女 一樣難免落敗 就算唐大俠不拿他的命 他連敗兩場 按照當初的承諾 解約你就應該送出來 再講 場中就有一塊冰岩 若莫三象多高 上面就形似一個圓鏡的好平 歷勝男看一看就說 我們就在上面比較內功怎樣 如果誰支持不住 先帶了下來就算輸 好 主隨客義 歷姑娘請 講完大家聽到 嘲嘲兩聲 兩個人飛身約上冰岩 盤塞而坐 接著 大家以雙掌雙底 即是較量內功 現在他們兩個大家盤塞 每個人一對手 向前一伸 互相拍到實 唐曉蘭一碰到他的手掌 即是感到動得非常 他心裡暗笑 他現在已經連成第九重的修羅陰殺功 難怪要算兵岩上比試 很加強的陰寒之氣 過了一陣 只見兵岩上的上層漸漸溶解 兩個人盤塞而坐的地方就凹了下去 原來唐曉蘭以純陽的內功反擊 非但將歷勝男的修羅陰殺功抵消 余力還傳到冰層之下 再過一陣 歷勝男衣衫盡濕 氣喘糊糊 在場的武學行家都以為唐曉蘭一定會獲勝 但是大家仔細看看 咦 發現唐曉蘭的神色就越來越沉重 好像現在全神已赴 絲毫不敢放鬆 而在歷勝男周圍那些正在融化的兵塊 又是再次營結起來了 原來歷勝男在比試之前 他吃了大量的阿修羅花 這種花香 武功稍差些的 聞到香氣就會昏迷 歷勝男在百毒真經中 就學了複食其花 吐氣雙人之法 現在正使用用來對付唐曉蘭 他喘氣得越急 阿修羅花的香氣就放得越冷 但就算唐曉蘭的內功深厚無比 現在馬上就要分神應付了 這樣一來 雙方的距離就拉近了很多 雖然唐曉蘭仍然戰上風 但歷勝男已經可以勉強應付了 唐曉蘭當然也察覺到 歷勝男現在正在整骨造怪 但他剛才說的絕不出手使用毒藥 是啊 他現在沒有用手 他厚吐香氣 不算是違背樂言 而且唐曉蘭的內功都練到百毒不侵的境界 他本來就準備預了歷勝男用毒藥 要禁止歷勝男洗毒 那是本兇大師他們的意思 所以這陣唐曉蘭就平息呼吸 勉運員工 過了陣 又取得壓倒個優勢 反過來看看歷勝男 糟了 臉色灰白 嘴角突然滲出少少血絲 唐曉蘭這個人真是心軟 他正想收回幾分真力 免得把這個小妹就閉於他的掌下 突然間 聽到歷勝男一聲零消 從他雙掌攻過來的力度突然間大大增強 唐曉蘭嚇了驚 馬上用盡全力抵蕩 都有點幾乎擋不住 那個新男馬上熬了兩奧 這真是不可思議 歷勝男的功力本來就不及唐曉蘭 而且分明到了氣力衰竭之際 突然間會轉弱為強 甚至還超過唐曉蘭 這樣一來 不單止在場觀戰的幾個武學大師都感到驚奇 連唐曉蘭都覺得莫名其妙 好在唐曉蘭的內功深厚無比 他即時沉著氣 全神應付 歷勝男的功勢有如狂風暴雨 但是 就不持久了多久 過了一陣 唐曉蘭又漸漸擺平了 就好像我們見到兩個人咬手瓜那樣 看著手瓜 就向著那邊咬下去 突然間又抬回正 現在就這樣了 本來唐曉蘭被對方的手掌就攻了過來 現在他再一運力 手掌就推回到中間 甚至沒有向著歷勝男那邊 稍稍壓過去 就是這陣 歷勝男突然又死一聲靈笑 這次就不是口角有血絲了 而是一口鮮血噴出來 這次比上次更加厲害 他一噴血脊 那個掌力直接好像排山倒海 同時 唐曉蘭的身體 似乎有一股寒流侵入 動到皮膚馬上起雞皮 氣血難輸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原來歷勝男用了一種邪派中 最為狠毒古怪的內功 名叫做天魔解體大法 這個準備是和敵人同歸於盡用 他可以把全身的精力凝聚起來 作雷霆萬鈞一擊 以前孟神通用過這個邪法 在重傷之後 臨死之前 一舉擊斃了大內總管寇方高 現在歷勝男全部通曉喬 這次是和敵人同歸於盡上的上勝心法 運用起來 比孟神通更厲害 他現在的功力 突然間增強了三倍 增強了三倍 等於多了三個力勝男 那唐曉蘭以為對付兩個 還勉強 對付三個力勝男 就有點招架不住了 本老大師一看 咦?不對嗎? 他不顧得比賽規則 他大叫一聲說 壞家伙 港元衝出場外 他想盼一條命都把他們兩個拆開 怎知就在這陣子 力勝男突然一聲長笑 雙掌一收 只見唐曉蘭馬上 頭下腳上一個盜災衝 在兵岩上直達了下來 力勝男跟著笑著說 哈哈 一步還一步 我們彼此得不必領情 我們要怎樣唐大掌門 你應該好明白的 本兇大師見到唐曉蘭搭下來 馬上搶前一步 想去扶他 歷勝男擊唐曉蘭過一掌 他的掌力都未衰 本兇大師的手指剛剛碰到唐曉蘭的身體 突然間就受到雷公一樣 即是整個人打出一掌那麼遠 唐曉蘭到底都是當世一人 武功之強 遠非本兇大師可比 眼看著他就要栽倒在地上了 德國關斗他反過來 反而搶過去扶起本兇大師 本兇大師暗暗說一聲 慚愧 他才知道 如果剛才自己謬謬然走去解策他們兩個的話 唯有沒有一條命的 依然都無際於事的 唐曉蘭就沒有踏下 他站回正 跟著拱手就說 多謝姑娘手下留情 姑娘內功原妙 唐某佩服 此言一出 全場個個都大驚失色 因為唐曉蘭這句說話 就等於承認了力勝南的內功比他高強 這樣不單止 而且還承認了力勝南有拿他性命的本事 僅僅他自己搭到兵岩 已經算是對方手下留情 剛才就以為力勝南吹牛那些人 現在一見到 你看我 我看你就不出得聲 好了 現在他就一比一了 還有最後一樣要比試 到底唐曉蘭贏不贏得呢 好難說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明天再說